大家好,我是摄影艺术协会王永耀,今天又到承容直播的时间,继续我们欣赏港澳摄影卷的作品 中国摄影家协会每年出版一本港澳摄影的展览,大家要欣赏,因为里面的作品实在太精彩了 现在给大家看的两张作品是我们王桂江先生 王桂江先生曾经是中华会的会长 第一张《色达》的作品,十分壮观 你现在想拍摄这么壮观的色达,环境已经没有了 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们已经迁策了一些房屋 因为太多僧侣聚集,所以我们的中央也恐怕他们又再搞事 另一张摊图作业,大家都知道了,都是霞浦的作品 这张作品人物十分生动地在工作中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去过这个霞浦的摊图 这张作品后面有金光,前面是蓝调 所以整个画面的色调是十分丰富的 这张作品是一线天,刘春先生 现在想找这些一线天,香港一定没有了 中国国内也有地方找到 它的好处就是作品在两边黑位之中 但现在一个光芒的位置出来 下面一个动感的人物 已经表现出一线天的造型 构图很简洁,就可以表达到一张好的作品 继续这一张,《沉金梦》 是一个知名的摄影家何振威先生作品 何振威先生这几年都是带领很多香港的朋友 出外国很多地方去做这个创作 它这张照片的特别是有一些金色的位置 其实应该是它拍摄了水的导影 在水的水花上有一些金光 也因为它的导影是有些树 人物就沉陀起上来 很适合那个主体,沉金梦的主体 何振威先生的作品有它的特殊手法 这个水香江南印象 它就用了一个摆镜的方式去搭摄 原底很平静的江南水香 它就使用摄影手法 遥到镜头一遥动的时间 变成了一个动感 红粉入梦和Printing帽子 都是用一些类似波波镜的环境去拍摄 长镜头去拍摄 令到前景的花更加突出 后面有一些蒙蒙隆隆的感觉 当然是很理想 感觉很理想 接着彭丽萌医生 很多人都会知道他 画画也可以 摄影也可以 近期的 这十年的摄影界才女 他不止是拍照很棒 现在在书画界画画那些东西 都是很有成绩的 他的作品是 影之相眼 浮够嘚嘚嘚 很有虚幻的感觉 以一个摄影家 用一个艺术的 好像画画绘画的人生 双叠双成 将他的作品的创作 是以别不同 然后彭丽萌医生 用一些当代的不丹 当代的不丹 当然是不丹拍的 他会重拍的手法 两张经过重拍的手法 令到摄影像抽象画 幻真幻假 也是一个摄影人自己的风格 有自己的特色 而彭丽萌医生 而彭丽萌医生 所以我们4月这个团唯有取消 如果去到这个团 真的拿奖无数 考F是无数的 希望疫情过后 我都可以出团 看两张 两张艾佩洛罗比亚作品 都是余正珊 恩先生的 他的卡路女士 那些这样的环境 那些柳屋的光源 造就了很多沙龙的佳座 人物表情 现场都是很突出 可以看到五六十年代 越南那些写真 现在已经拍不到 陈锡元先生 这一张很简单 刻画了一个人物在这里 他用光 就是窗口边 透射下来的现场光 表现了老人家 开心的一面 又是陈锡元的作品 《大澳水香》 这些大澳水香 他们的神光是十分漂亮 在风光之中 亦都可以表现到当日的气氛 但是《大澳水香》 现在我们时时都有人去拍摄 因为已经是成为一个摄影的特色 他们把水香掛光灯笼 掛光灯笼 掛光灯笼 很多很漂亮的饰物 在这里拍摄的夜景 是另一番水香的风味 是香港一个不错的写实的摄影点 这张是澳門大三花前的表演拍摄的作品 老人家 嘉辉哥哥 梁嘉辉先生 一个在摄影学会服务了三十多年的摄影家 可以说是看着他成长 现在很多时很多摄影会都是找他帮忙做摄影的会训 初初出来说 我就觉得他说得一般 但是事实就是经过磨练之后 他真是越战越勇 这一张很简单的手作手维的作品 这些菜牛的作品 是林具尊医生的 这两张作品 也是充分表现了这些密室生活的文化 这个落后的地方 他有他的特色 雷宗堂的这一张《两老伴》 刘克华德两个老人家 在此生活一生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很简单 你要见到他们的开心笑容 和合的共处互相依为命 你现在看到的作品 可能都是平时比较少见的摄影家的作品 因为很多是不投沙龙 不出来比赛 是为乐奖而比赛的那些 是一些很务实 喜爱摄影的摄影家 而也是有成就的摄影家 接着这一张 梅鼎基先生的作品 《楼梯的节奏》 构图一流 是吧 很有深度 就一个楼梯 一层一层一层 深深淺淺地 刻画出澎湃的建筑气氛 大梁山的作品 我都拍过不少 这几年 儿童作品 在大梁山来说 是必要首选题材 苏宗石先生的作品 我曾经有几辑 讲大梁山的 真是那些小朋友很可爱 很天真、很浪漫 你现在看到这四章也是 在那里拍摄这些 这样的写实生活 真是随手可得 只要你有一两年的摄影技巧 你就很容易表现得很好 清马大条 清马大条 这个夜色 其实我们香港人 是个个摄影的发烧友 都会必须到的地方 谭布基先生,我也认识他很多年,他是龙瓦人士的会长 从他初初摄影十几年前到现在,越来越降暴,越来越懂得,带领龙瓦人士去创作 可以说是回契于摄影界的家顶山的饮食,两张都比较有表达香港的浪情 不用说了,我们再来一次,尼立的伙计高鹏先生 他这个拍摄方法,与我的作品是有点不同 他拍的一个側面,我多数会拍正面的人物 側面也有側面的好处 他就是側面,你会看到他冲出火海的危险之处 脚都带着火花冲出来 接着一个沙拉沙漠,也是高鹏先生的作品 走到这么远的沙漠去拍摄,望望自己的朋友 一起双双霸出情侣之中,在沙漠之中制造出沙漠之暖 所以他的提名叫做《撒哈拉沙漠之暖》 这一张作品,我一看便知道邓祖国先生的作品 《撒哈拉沙漠之暖》是中远事案会的创会会长 当年他创会,我们也很支持他 他在中远成立时,他也找了我做顾问 也是我帮他们中远做过很多摄影团 亦都在他们那里做广场,又打灯 所以这个中远事务后看着他们成长十分之快 邓祖国先生有一个普通的摄影家 到现在真是非凡,十分不非凡 他又搞过尼泊尔的影展 在各地他们都有很深厚的交際人情 每年的会训都有二三十位 很多摄影界都去捧场 亦都是摄影界的一个表表者 《美丽的小天鹅》 这张亦是邓祖国先生的作品 以一个和宇静的手法 一个巴黎舞蹈的艺人 到最后一个高身跳跃动作 完成了充满画意味、史诗色的天鹅之舞 这个是《天鹅之舞》 赵氏凯思生窗外风景 经过一个窗 一个窗窝而望到外面 气氛十分漂亮 所以它叫做窗外风景 上面一个女孩子 有些苦情味道 沉默是今 有什么抑鬱都放在心里 没有说出来 偶遇这些写实相 你去到每一个地方 落后的国家 你都可以看到 你看到 你会不会拍下来 你拍得出来 你也会有耐心的感受 遇到这个苦难的儿童 然后 夏宝康先生 夏宝康先生也是旅行的领队 带过很多摄影团 人在野 很特别 照片 我让你们看到 很多牧群都在庸空间 很多林夕兰乐 气氛是十分浓烈, 另一张, 樱下寻高气, 你就会看到, 这个是Tanto作业 那张叫Tanto作业, 很高的拍下去, 可能是一个床拍的作品, 主要拍到线条的味道 这些不用说了, 是金蓝的作品, 邓小冯, 奇缘和信念 我在金蓝有几年, 都会遇见邓小冯女士, 她是澳门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女士 她多数追随吴晴雄先生, 每年都去拜访这些藏族的文化 她是充分地表现到她对藏族的喜爱, 而且她也很多年都蒸集了很多藏族不同的作品 这次就给了两张给大家欣赏 一看这小张作品, 就记得是我的摄影团拍摄 这个人这几年突飞猛进, 肛严肺耳痊 这两年、这三年都是我们摄影学会的名誉会长 今年升为永远名誉会长 看着她的作品慢慢地进步 真是看着她成长得很快 现在还考虑英国王家的会士 刚刚又有一张孟加拉的作品 拿了金牌 这个获奖的成绩越来越好 我们越南团真是 我想很难有其他的摄影团可以相比 你看每一张作品 都是很有突出、很有气氛 小圆洲、盐田、沙漠之路 这个大笨象的象人在撑着食物 香蕉树的干给大笨大笨象吃 每一张都是这么精彩 盼望未来 赵秀逢小姐 《香川小河》 都是孟加拉的作品 写实作品真是离不出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 现在热门的题材 孟加拉的火车节也是很功夫 很多人已经拍过 但每一个人拍出来的东西 他们都有不同的气氛 张德圣的祈福 这张德圣的祈福 这张德圣的祈福 表现了一个女士对宗教的信仰 崇拜祈求 只是一个人 你就看到一个三个人的构图 他们的衣服 整个人就会变成一个三个人的构图 只要看到那些圣堂七彩斑斑 玻璃墙和地下的七彩斑斑 表现了这个地方的纯洁 宗教的特色 普宁大长河河河灯 长河河灯 这个普宁市 每一年 正月15日 就会有这些灯会 和普宁的污田油大龙都是那些地方 都是很庆祝的灯会 很庆祝正月十五年宵节的地方 《潮山的民族》真是十分特别的人民风俗的作品 下面那一张就是《马卡的潮山民族》 这一张就是《普宁太龙河登》也是《马卡的作品》 表现出我们中国每一个各地各乡过正月十五 有不同的气氛不同的热闹 这一张在外地拍摄黑与白的创作 很特别的味道 一个黑人物,一个白衣的女人户女 《街头》是许盈邦先生的作品 冲出了我们平时的热闹气氛 很充满写实表现出黑与白人物的表情和心态 动与静 一个动态一个静态一个动态一个动态的走过 一个静态的人物就在前面伸起一张手 这张作品是许盈邦先生的偶遇 这张作品是许盈邦先生的偶遇 我们也许盈邦先生的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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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威尼斯的水香味道 人物就是靠水香去生活 那些建筑物也是威尼斯的特色 这张是曾强先生的作品 很简单 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作品 日本的指缘就是李祥锁先生的作品 李祥锁先生的作品 他只能表现日本的等色 很像一个瘦花的画味的图案 陈凯先生 大家都认识了 人像大师的作品 他现在不出人像 出他的艺术味的作品 《花的图案》 刚刚的花就是做出一个很美丽的画意作品 起雨 船前的雨落 在我们的中国特色的乡下 我们的好像广东一带那些池塘 都是喜欢挂上灯笼 很简洁的一场雨 可以拍到这个环境的洞雨症 另一张也是梁锁瑶先生的作品 叫刑春 曼花开放的时间 窗口贴上一个福字的图案 窗路拍出去 外面春花满开 两个画面正是搭在一起 这是一个春天福气的祥和景象 这个舞台姐妹 李玉财先生的作品 这个舞台的艺术摄影 有时候真的不一定容易 他们的表演很优秀 我也在澳门拍过一个舞蹈节 也会有这类的表演 他们表现得十分尾 十分拍子 十分齐 你要掌握到他们 又不会黏 又不能够分得太散 也是一个有喷牙的作品 不是那么容易拍摄 这一张拍摄出很多外国人士 五彩缤纷型贵客 作者就是利用了一些长径 将后面五彩缤纷的景象 突出了三个外地的来宾 被吸引上五彩缤纷的城市 所以他的提篇也是很贴提 陈导致先生的作品 接着这一张很有特别的作品 就是一些中国古老的雅村屋顶 下面有曬面线 这个是余兴园 龙家面线长方 龙家面线坊 这些面线坊 我相信一定是在福建那边 夏浦也会有 我们去拍摄福建土楼 那些地方 都是有这些特色的地方 夏浦滩头那边也有的 但是你找得到一个高角度的地方 是拍摄出来的 又一个表现了我们的中国色彩 是走股市 在连城拍的走股市 我曾经有一年是带团过去的 他真的都很精彩 最后精彩就是六条村 这个财神一起在岸边 海边 十二点吹鸡 接着六个财神 在水上斗快 跑到峭峰与峭峭的前面 看看谁是第一 我们也拍过很多精彩的作品 另外下一张 《金色的枯缘》是夏浦的作品 很多人都会去过境过境 这个维南是十分漂亮的 黄昏时间你只能拍到 这么精彩的金色作品 是纪永协先生的作品 我近期也有拍这类以画以题材的作品 不过我中间的人物就是拍摄《上海的姑娘》 拍完之后只要加上一些提示 这些很有国画的风味风云 这些是十分精彩特别的作品 接着这两张我也是准备拍的 跟阿英子一样 我预算琴奇书画 一个就是琴 一个就是琵琶 一个就是护琴 有四样作品 四尾图 很快 我出了街后会给大家欣赏 看我怎样 它更加突出它的灯光味道 这一张是两个模特儿的相遇 大家很开心 这些北極红 天真可爱 这些是陈祖权的作品 一般你都要去北極拍摄 如果你有孩子 我想一定要 如果这样拍摄北極红 曾经我们去过广州的动物园 有一个长廊的动物园 有北極红演的 在珠海 幻琴 我们还拍到两个北極红 打架 还拿着金牌 你拍摄北極红 你拍摄北極红 为什么在动物园拍摄 我们都可以拿金牌 因为我们完全是 不会让大家看到 它在动物园拍摄 一点都看不到 一些假的景象 这张作品很突出 曾经拿了很多奖 看就知道 《企我》 陈祖权的作品 《母爱》 《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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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会一起跟她 密密地聊天 解答她的疑难 是不是很突出呢? 接着又是一张 南杰的故事 江晴生的作品 江晴生不用说了 知名度的夕园价 一个很舒服地摊在冰上的动物 很自然地显露出生态的美丽生态作品 这张很简单 一支冰也说成蓝极故事 连动物都没有描述一些蓝极的盛光 所以它叫蓝极故事 但很有前景、中景、远景的层次感 这张很有趣 我都觉得是比较难拍的 原来又是明家之作徐洪先生 生态在野 小小猫头已经正在洞洞洞里面 小虫鼠走去探望它 很开心地看它 好像想交谈 真是不容易拍到 这些生态作品 真的随时拿出来都会得奖 同时 徐洪先生这张也很有趣 在非洲的大森林 日落的时间 几只大笨象一起去找住宿的地方 这个生处在野真是很特别 蓝钓红红红的太阳和大膨胀 简单就会表现出来 两只雪地的雕正在被蚁箱飞 在同一地方在雪地上飞墙 画面就是这样简单简单简单 占它很清晰地做图像 还有日本很难得的很特别的长野的猴子 我们也组过两团三团过去拍 金牌都拿了很无数这些作品 我们副会长吴敏驱先生 连续两年都有带我们影友去拍摄这些漂亮的冬天 一只猴子 简单简单地拍摄一只猴子 但是拍得到它的神髓 它偷偷正在看着猎物 不需要描述 看着画面你就会知道 满载而归 你看它 担堵了 这只猴子已经拿到它的猎物回来了 正在降落之中 那只翼是多么震挟 多么威猛 散开 裙飞 用摆净的手法 拍摄 学的飞墙 动静佳怡 这两张都是余石先生的作品 最后给大家欣赏的活跃弹陶语 我们的警师王卓劍先生的作品 这两三年 我们香港的弹铜鱼热条 真是一波折一波 到现在的季节 就很多影友 就去湿地公园那里 拍摄出很精彩的弹铜鱼 它每一次拍摄 你都可以找到它们的乐趣 它们跳跃起上来 真是活灵活然 表情十足 好 那今天我们的作品 介绍到这里 差不多了 告一段落了 多谢各位收看 下个星期五再见 拜拜